你这方面就是 我确实不清楚 所以你今天来要干嘛呀 我希望就是 能够就是老师 能够稍微给他开导一下 让他就是尽快地找到工作 然后稳定生活 然后让他就是得到我父母的认可 其实主持人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老师跟我说 我也不可能找到工作对不对 主要是他现在根本就不是 给我在一起的态度 你知道吧 他对我之前的时候 真的是承诺的很多很多 怎么对我好啊 要给我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其实就好了半个月 后面的时候 这个感觉就对我越来越苛刻 追我的时候买小礼物对吧 每天是墨还来看我 知道一些小清洗 但后面的时候 真的一次礼物都没有买过 连我过生日都记不得 我希望你也能够理解我一下 不是 你让他 我这么问你吧 你父母马上就来了对吧 对 他现在就是没工作 你敢把他带给你父母吗 不敢 为什么不敢 因为我父母希望 找的女朋友是有工作的 你父母希望你找的女朋友 是有稳定工作的对吧 对对对 那你的父母一定就问了 对不对 对 小J我希望你找一个 有稳定工作的 怎么找了一个没工作的呢 你回答我 你回答我呀 就之前工作挺好的嘛 为什么后来没了呢 因为我 因为我 你把他工作弄没的 那你凭什么把他工作弄没了呢 因为我觉得 一滴电不太靠谱 你觉得不靠谱 然后你就让他没工作了 他来这边的话 我有帮助他找工作 姑娘是不是心里觉得特委屈 肯定啊 就是我为了你 或者说我为了这份爱情 我什么都不要了 我跟家人断绝了关系 我把工作也不要了 现在你嫌弃我是一个 没工作的女 或者说你觉得我不够上进 我都没法拿得出手 见你的父母了是吧 是不是这意思 臭小子 我确实是我觉得 我压力真的也是太大了 不是你当时没考虑压力大吗 你让人辞职的时候 当时吧 可能是被爱情冲了头脑了 然后 好